大家好,昨天有新鮮滾熱達, 我們收到一款 F23 的車殼, 現在外面有Montage, 而 Team C 也有 F23 的車款, 兩隻是一樣的, 因為 Team C 是炒Montage, 所以合結出來, 這隻也是 Team C, 幾錢自己投幅運行就有了, 我手上這隻是 F22 殼, 我們看看 F22 和 F23 的殼, 有什麼分別, 首先第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看到 F23 的殼, 這個Sideport 位置比較圓, 這裡是圓的, 但是做得肥仔一點, 而且會凹凹下去, 有一個凹凹位, 這裡是沒有的, 平的, 還有Floar 位置, 這裡是做到一塊Floar, 這裡是沒有的, 還有這裡會有刀封液, 或是封口之後, 這個封液, 而 F22 這隻殼是沒有的, 是沒有這件事的, 還有前肥的位置是尖, 而這個是圓形的, 後面大致都差不多了, 後面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開殼處的時候, 例如我現在把F23放進去, 要留意你這個Floar, 這個位置, 不要頂到這隻鼻, 因為它凸出來, 如果我好像這部, 這部是F75, 其實F175, F23就是完全差了F175, 這個真車的設計,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我好像F175, 即是法拉利那樣, 開到那個鼻, 那邊是最尖端, 最尖端, 最尖端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開到最尖端, 就會在這裡的Floar位, 頂住這隻鼻, 就用這個車子走不了, 所以要遷就這個Floar位, 不要頂住這隻鼻, 還有後面這個Floar位, 不要割輪, 割輪的話, 就切入少許, 再剪, 用這些殼剪, 再剪入少許, 不要割太多, 就調校左右, 和比較中間, 最重要是這裡, 放好這殼後, 完整地一部, 都是F175, 這個就是F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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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殼都英俊的, 我都覺得, 唯獨在這個Floar位, 比較少許, 還有開殼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 這些位置, 會比較難一點, 噴油上面, 我相信, 因為它多了這裡, 都會有這樣的翼出來, 兩隻翼出來, 所以噴油這裡, 會比較難一點, 還有這些位置, 都比較難一點, 這裡要有一個貨, 摺在這裡, 所以, 鶴柱柱位上面, 要自己量度, 因為它是Montage, 是設定給, 所有F1的車種, 包括Marsing, 填功, Serpent, , X-ray, Icon, 又或者Roti, 或者其他Tim Axle那些, 都可以用這隻鶴, 所以, 它沒有像F22那樣, 有三點的鶴柱, 然後那三點鶴柱, 就完全可以用書物價的iPhone 2, 是沒有這回事的, 就自己量度鶴柱位, 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麼多, 分享, 那價錢上面, 自己淘寶看, 不說那麼多, 有興趣的, 就買一隻來試一下, 聽說, 多了一些Floar位, 那些渡方會比較好, 令你部車的氣流會比較穩定, 那也是, 看Montage的網站來講, 那好啦, 分享到這裡, 就這樣, 拜拜, 好, 先把車拿出來, 拜拜, 好, 好,